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12月23日,星期五又在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指今天的走勢,看到恒指今天就低開了,低開了之後就回了2點 接著就已經是今天暫時的最低位,低落了,接著就上去 好似想試昨天的頂,暫時未試到,看看小時圖 看看patreon分享的圖,分享這個圖就是今早是未開市的 因為之前也說到這裡,走了WYZ,有機會構成了平台狼A 所以平台狼A就要反彈最少70%,然後再出C,所以它就到了70%的位置 就是因為走完WYZ,就應該只有兩個的可能性,第一個就是會直接穿穿頂 第二個就是會走現在這個平台狼,就是反彈70%,再下一個C 平台狼C可以破A,可以不破A也可以,只要裡面是有五浪結構就可以了 那裡面呢,入回30分鐘圖看,就會看到有五浪結構在裡面 也有四小時圖,也收了楊竹的,還有也站穩到這條MA 所以應該就完了,這個,即是出Patreon這個圖的時候 就判斷C在這裡完了,所以就說到,只要C這個位置沒有跌穿 就會是破頂的,ABC平台狼完了,那就破頂了 即是說要跌穿這個位置,那才會是C2,C3,C4,C5 所以就是,即是說沒有跌穿這個位置,那就看好的,看破頂 跌穿這個位置,那就會是,還有低位,應該就是A就會跌破 這個,A就會跌穿的,如果是跌穿C這個位置,C就未完 所以最後呢,因為C這個位置沒有跌穿,所以它就在上去 如果上去,應該是在做這個日線圖,有機會在做這個五浪 所以就是s,rc2,3,2,1,2,3,4,5,這樣,就是這樣,這個是andões 因為它這裏,5的1,是分了度A,B,C, 所以應該這個是andões 看直视图,看30分钟图,昨晚跌到这些位置,都说这些位置都看淡的,没得看好 因为它就算走完WYZ要破顶也好,它都会分成1,2,3,4,5,然后再回二浪才破顶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短线就没什么空间向上了,所以在19700,19800那些位置都是看淡的 因为说到里面是,就算再破一下顶也未有一个五浪结构 去到这些位置,这里是A,这个是B,看到C1,C2,C3,C4,C5 所以昨天的Youtube也说到,就算再破一下顶,它依然都是C的,它依然都是A,B,C 即是A,B,C加上,只是平台浪的B,这里跌下去就是平台浪的A,WYZ做了平台浪A,这里是平台浪的B 所以就会有这阵的下跌,平台浪的C,只要C这个位置没有跌穿,其实是可以这样上去的 所以关键位置就是19200多这些位置,这个究竟会不会跌穿 跌穿就变成平台浪C1,C2,C3,C4,C5 那才结束这个C,这个C就不是在这里,跌穿就会再低一点 那问题就是,它看到今天也没有跌穿这个顶 所以现在其实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否真的上去20,000点 还是要下去平台浪C,因为C其实可以跌很深也可以 可能跌到18,000,甚至乎跌穿18,000也还可以 所以这点就要留意,这个平台浪C可以跌好深也可以 现在关键位置,如果看好的就跌穿19230,就是这枝阳烛的底 如果看淡的话,跌穿这个位置就不能看好 如果看淡的话,跌穿这个位置就可以走5个浪 所以拉到加油站起多1,2,3,4,5,起多1,2,3,4,5 如果这位置没有跌穿,这样可以是这样走的 因为这个是平台浪中的现在走完两遊 所以如果下跌到这个位置,平台往下跌你在算举 onda 才行 nokia 5,就是说1,2,3,4,5 即是說它是陽、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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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這個位置沒有跌穿,它現在的陰軸其實是看好的機會 它出多一兩支陰軸,有機會扭上去陽軸 所以假設它這個位置沒有跌穿的話就會這樣上去 如果看美股的走勢就像是比較利好,機會比較大 看短線一點,30分鐘圖 平台浪C,這個位置是平台浪C,這個位置是平台浪B,前面是A 走完平台浪,它應該會走五浪結構,所以看到它在這裏1、2、3、4、5 走完五浪之後,又會是回一回的,又會是回一回的,再上去 因為怎樣也好,這個位置是不應該跌穿的,如果是向上看的話 如果是向上看的話,這個位置也不應該跌穿的,因為如果它是未走過五浪結構 它是不應該四浪和一浪重疊,因為這個是一浪,一二浪的最高位置 所以如果一跌穿這個位置已經有危險了,一跌穿這個位置也可能真的會跌下去 所以就未必說要跌穿這個位置才看淡,可能跌穿這個位置就已經看淡了 看看它是否破完頂後再再跌下來,如果是破完頂後再再跌下來呢 那也可能會是又不跌穿這個底,又上回去也可以,因為它可以 因為它如果破完頂後,它已經1、2、3、4、5走光了,可能會做一個深一點的調整 那才可以再上去,但如果看回未顧的走勢,也未必會回得深 那就是怎樣也好,最重要就是這個位置不要再跌穿,那浪就會向上數,就是這樣的看法 看看周線今天的收市價收成怎樣,如果今天的收市價能夠收到19619以上呢 就是這個,這個比較這個比例,1比0.5這個位置,19619,如果今天收到在上面,會比較利好的 就是更加利好的,變成前兩個禮拜和今個禮拜都能夠收到這個比例以上 但是如果收不到在這個比例以上,但是還是收羊竹的,那也是算好的,收羊竹也算好 如果收羊竹就差一點,那所以看看究竟今個禮拜是收多少 那看看上陣子數,那看看上陣子數,那看看上陣子數,看到它一直跌下去,那 收羊竹5mm,最後都是跌到去0.5的位置,那0.5就是這個狼呢 這個狼已經跌了一半,那跌了一半有機會就會是,如果這個主筆是調整狼 那有機會是完的,所以它看到有些支持,做藥足,那所以呢 都叫做,就是現在就好一點點,因為已經跌了一半,那轉回上的機會就大一點點 但是始終都要等它收到5mm以上,那才確認它可以轉到向,那看看導指走勢 那導指呢,看看它4小時圖,那昨天都說到,這裡它是,不像一個推進浪 那就是說它其實是像反彈浪,那會跌穿這個底,就是這裡,之前數就是數了5個浪的,因為這裡是1,2,3,4,5 那跌完5個浪,正常就會是反彈再破底,那就是1,2,3,4,5是個A來的,調整狼是個A,那反彈B,那會有個C的,那納子就跌穿了,那個C就,那但是 那如果是一個C的話,因為535都應該是個C,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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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合格這個C,那就是滿足了最低要求,那就是ABC,那 那是個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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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比例是站穩才可以看上去,不然還是看下方的比例 現在它差一點才能碰到,因為它是失敗浪,C浪的失敗浪 它沒有收在0.322下,也未必會去0.5 剛剛數到裡面可能是一個ABC,有機會上去 這個周線圖可能會有機會轉回上去,看看它這個禮拜收不收到約束 如果這個禮拜收到約束,可能會轉回上去 無論是剛剛的Retracement,也看到是昨晚的下跌 以及這個Retracement也看到 是昨晚的下跌,因為昨天YouTube也說到 因為它的反彈無期找0.322,所以它一去到0.322以上 就會有孤滑,被孤滑下來 即是一升圈0.322 其實是看淡的 在這裡看淡就會 賺到跌浪 看看蠟子的走勢 4小時圖 看蠟子的走勢 昨天也說到這裡跟圖子一樣 看不到裡面是有一個推進浪 也是一個 調整浪的結構 發彈浪 所以 有機會跌回到底 所以看到跌穿了 這裡1 2 3 4 5 就是一個A浪 然後這個是B浪 C浪 C浪是修陽足,應該C浪是有機會這些位置 ABC做完了 ABC做完了之後 它就去到 之前這個升幅 0.786 好像是0.764 有些黃金比例的支持位 也有機會轉上去 由這個高位開始 它是陰陽陰 只要今天收到陽足就有機會上去 只不過是一個ABC的調整浪 也可以是這樣的看法 看看周線圖 周線圖 它就 跌了兩個星期 在高位 跌了第二個星期 看到可以量度 就是拿它的MACD浪 就量度 這個跌幅 和後面那個跌幅 看到它去到1-0.382 但是又沒有站穩 即是未收市 這個星期未收市 不知道是否可以找 如果這個星期能夠站上 1-0.382 站上去上面 即11002 那些位 如果收到在上面 就會好很多 要不然就可能要下市 1-0.5的位置 看到如果收回上去這個比例以上 就有利 比較有利的走勢 要不然可能要去1-0.5 再轉 所以現在這些位置 其實就偏向是 看好的 除非 它這個底下跌穿了 因為它暫時 ABC就出了 對 我 全都出了 亦都收了楊竹 亦都收了楊竹 所以這個底下沒有跌穿 C應該在這裏做完了 那就會走回1-2-3-4-5上去 看看 黃金的走勢 看看黃金的周線圖 周線圖也是繼續 給144MA 又被上面的沽壓 壓下來 因為上個星期也站不穩144MA 所以這個星期也趨向不穩 所以它看到也在上面 就被沽下來 昨天說到這裏 這裏可能會有個5浪延伸 1-2-3-4-5 要留意這個4這個位置跌穿 即是5浪就 沒有延伸 這個4這個位 跌穿 5浪就沒有延伸 那浪就會跌到一些支持位 即是看到一條虛線 又是跌到1-7-8-8以下的位 即是說這裏 昨天數到1-2-3-4-5 如果5浪延伸可以這樣再上 如果5浪跌穿4 即是5浪就不會延伸 再試回周線的比例 即是又是這個比例 又是這個曾經站穩的比例 0.382 178-8以下的位 即是它又守住了 今個星期 它又再守住這個位 因為跌下去又再上去 如果這個位置最後失守 那就差了 如果178-8失守 就應該會回回1722 但看到暫時又沒有失守 所以變成了 其實它亦都有機會 這個18-8-8-8 亦都有機會到的 只不過是它是去得比較繁複 即是說 它只要守到下面這個比例 這個17-8-8這個比例 它只要周線沒有失守 然後這點是有機會到的 184-13 之類的位置 只不過有些時間是 可能是長一點 所有的資訊 ABC 這點也要留意 如果它是 去不了的 去不了的話 怎會呢 去不了是它應該會做正NE 因為它始終日線通常會長期在牛區的MACD 要麼上完再下,要麼直接下回紅區 所以都要留意,如果是看淡的話 其實都可以留意一半的位置,通常都一半的 50%了,即1719那些位置 可以這樣看,看看原油的走勢 原油看到日線,昨晚美元指數跌不下 所以監顧油也回一回 但是它回到下去,到接近5MACD的位置 因為它之前數到的WSY,有機會還未完成 如果它在這裡走WXY浪,有些位置還未到 就是90%的位置還未到 可能它最終也要去到這個位置才會完成 80.22MACD的位置 80.22MACD的位置 就是Y浪的位置 是Y浪的位置 那會不會這裡不是WSY呢 如果它不是WSY,它隨時可以下回 隨時可以 那它回的那一刻 昨天回的那一刻 主要是因為它去到這個 這個Retracement 昨天就說到它去到 Retracement0.382的位置 在這個比例以上 但是這個比例還未站穩 它升到這個比例以上 其實都是看淡的 也是出向這個比例以上看淡的 所以 它這個比例以上 因為它還未站穩 所以就算它衝上去 也是在這個比例以上 就是看淡的 那它會不會再次 看看它究竟是否一個WSY浪 如果它是一個WSY浪 它就有一些位置未站到 就是剛剛所說的 80.22MACD的位置 就是這裡這些位置 那如果它真的一個WSY浪 它會上去 然後可能會縮下來 那它不穩這個比例 但是如果它不是一個WSY浪 它是ABC 看到A是陽軸 B是陰軸 C是陽軸 看到收陰軸 還有站不穩0.382 試完之後站不穩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結束 如果是一個ABC 那就會是 反彈結束 會跌穿底 就是比較體淡 原油 另外就是 也說到它這裡 這個是反彈浪 反彈完之後 反彈浪 B 反彈完之後 會走一個C 那如果C還沒完 這裡加上一個C1 那這個反彈就是C2 那這個反彈就是C2 除非 因為它收了陰軸 除非 因為它收了陰軸 除非先穩這個頂 還有這個Retracement 它站穩到0.382 站穩到0.382 站穩到0.382 的話 就沒有那麼像C3 也未必有C3 否則的話 暫時還是有機會有C3 向下 大家看看 美元指數 走勢 美元指數 看到它 始終周線 它是接近55Mbps 它沒有收入下面 所以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它是有權 轉上 甚至乎有權 破頂是未必的 但是它有機會出過反彈 因為它跌了5個浪 1 2 3 4 5 跌完5個浪 有機會是做反彈 那所以 如果這裡數錯 如果是一個ABC 那當然就會升穿個頂 如果它這裏5個浪 應該會反彈再下 那所以 昨晚美股跌得多 主要都是因為它這裏 所以美元指數跌不下 美元指數跌不下 美元比較強的時候 黃金也會是轉差的 昨天就收陽足 看到它如果這裏是 如果這裏是1 2 3 那它昨天就應該要收這個陰足 而且應該跌穿前面的底 繼續順著下跌3落下去 但是看到它沒有了 到這些位置就比較硬 到這些位置就比較硬 看到大概是103.5 103.5左右這裏 這些位置 減回一條線 看到它是收不到在下面 即逢是這個位置 它也是有支持的 所以關鍵位置就是大概103.5 那些位置 如果我收到下面 收到這個位置下面 那應該是來淡 如果不是這個位置 如果沒有失守 可能是跌不下 有支持的 上回去 因為它那個MACD線 它遲早也要上回水線 有時候就會是 轉完紅色 即是這裏轉了紅色 再上去 轉完紅色之後 一下就衝上去 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就會這樣 跌不下 然後在這裏都是綠色的 在這裏磨得比較窄 最後都是上去 這些可能也有 即是它最後 始終它也要上去 看看它是直接上還是怎樣 現在這些位置 看到它之前都是 站穩到那條55MA 站穩到55MA 所以它最後都是要去89MA 只不過是繞了一圈 才去89MA 問題就是 89MA它暫時站不穩 所以它依然有機會下去 而且它這個頂也未升穿 所以這裏也有機會下去 但是萬一它站得穩 它一站得穩 上面可能會有很多空間 很大空間 另外這裏之前也說到 有次的反彈浪 其實應該要跌穿這個底 問題就是它這裏可能是一個失敗浪 即是這個失敗的跌浪 這個位置 因為它是跌了前面的浪的70% 所以這個可能可以足夠是一個失敗浪 即是成立的 即是這裏可能就已經是下跌3 這裏下跌4 下跌5 下跌5 就完了 現在已經上去 如果是這樣 即是如果站穩到這條MA 甚至乎升穿這些頂位 那就應該會利淡股市 應該會利淡股市 尤其是金市 都會是 所以如果它沒有站穩這條MA 其實都可能會繼續跌下去 所以關鍵位其實就是這裏 這條MA站不記得穩 還有這個頂也沒有跌穿 這樣 這個美元指數就會是 比較大的啟示作用 對極克市場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拍到這裏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Youtube可以訂閱 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也可以考慮再回Youtube的會員 或者Patreon的會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